正經 關不了 正經 關不了正經 各位同學大家好 昨天呢 我報了一個大料 其實也是這半年來持續被霸凌 我說嘛 今天如果是我上台去唱一首歌 我被你霸凌就算了嘛 對不對 我隨便唱一首《堵你》 對不對 《堵你千遍也不厭倦》 25萬人在網路上看 人紅是非多嘛 所以你喬我會要霸凌我 我也沒話講 我女兒高中生 在台灣是高二的學生 一個高二的學生 拿了一個國際詞曲創作大賽的準決賽 全亞洲只有七個人入圍 她是台灣的唯一 這個是台灣之光吧 所以當天呢 這個灣區國慶晚會 主持人王維前僑伍委員 很早就通知了我 讓我女兒上去把她的得獎的作品呢 宣為僑胞一下 這個很合理呀 我們退萬不言吧 她爸爸是一個十二不赦的通緝犯 干她啥事啊 她得了一個獎 她還是她呀 對不對 她爸爸是什麼樣的人 跟她應該沒什麼關係吧 所以她上去唱歌 有何故呢 結果一路被追殺 你看 10月11號 這個Vicky Zhu 就是舊金山灣區的雙世國慶的籌備會主委 我們的這個僑界的一個代表發了一篇臉書 羞辱我們一頓 還把我女兒的名字寫出來 修理了一下 好這還不夠 第二天 10月12號 好 舊金山喬教中心 莊雅淑 她在他們的官方的臉書上面又發了一篇 又把我修理了一頓 又把我女兒也修理了一頓 可以了吧 8號唱首歌 10號12號 各修理一次這樣可以了吧 夠了吧 打過癮了吧 沒有 是個兩個月 兩個月 是怎樣 這叫餘音繞樑三日不絕 人家唱得最棒 也不過繞樑三日 我繞樑兩個月 10月8號唱的歌 到12月12號 元旦升旗典禮 也可以再考試一次 竟然說什麼 講什麼孫中山推翻滿清 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創立一個民有民智民想的中華民國 這是舊金山灣區元旦籌備會主委 馬倩鈞英文叫Vicky Zhu 這個馬女士或者朱女士 他呢 在這個記者面前 致詞的時候說的 你講明天這個籌備元旦 你沒事去談兩個月前 我女兒唱一首歌幹嘛呢 結果 他說 這個莫名其妙說我呢 沒有辦法出庭 我是一個未遭到通緝的人 他說當時無論如何怎麼查證 都沒有我的名字 我不是貴賓 所以我呢 這現場因為沒有執法人員 所以沒有辦法把我驅離 下次拜託 下次彎曲的活動 拜託拜託 你只要找藍波來 我每次都會參加 而且我每次都出現在你面前 我會去找你禁酒 請你拜託你 請你把我驅離 最好五花大榜 這個說到做到啊 下次一定要記得帶執法人員 要把我驅離好嗎 好 這個是太好笑了 你說唱首歌 過兩天 消遣我一下 那我沒話講 而且我們是準備的 是做好的這個非常努力的一個 一個青少年一個高中女生 有一個機會 在灣區唱首歌 來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我們的生日 這對他來講 可能是一生當中 很難忘記的一個榮耀 結果被你這樣霸凌 你有沒有想過 你這樣子對這樣一個小孩子的傷害 可能會有多深遠 你賠得起嗎 好 我們來看 如果你說哎呀不好意思啦 當時這是不小心的 第二天呢我就是這個僑委會呢 呃在在這個complain 所以我就我就臨時這麼說 哎可是僑委會 你這個莊雅淑啊 這個舊金山灣區的這個 僑教中心的主任 你可是中華民國的事務官喔 你不會連這一點sense都沒有吧 我要告訴你的是啊 就算是通氣犯我上台唱首歌啊 通氣犯在沒有被齒鑼公權之前 他都還有公民的權利啊 齒鑼公權也沒有齒鑼唱歌權呢 更何況我根本就沒有上台 好嗎 還好當天呢有僑胞把全程晚會都錄下來了 徐家欽 這個Vicky朱 咱們法庭慢慢播啊 你看哪裏我哪裏上台了 我哪裏亂入了 好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12月12號是個兩個月 你的0171彎還沒報完呢 哎 接下來從海外呢 一個報到海內3月8號 徐家欽這個升任了僑委會的委員長 跑到周玉寇的放言的媒體 再消遣我一次又修理又霸凌了一次 這個也太好玩了吧 我告訴你啊 我女兒唱這首歌是堪稱史上迴響醉酒 這不只是餘音繞糧三日不絕啊 這餘音繞糧五個月還不絕啊 史上影響力最大的一首歌 Apica Orange 這個歌爆紅啊必定要紅不紅不行啊 你看唱一首歌第二天開始霸凌 10月10號12號各霸凌一次不夠 12月12號再霸凌一次還不夠 第四次在舊金山灣區霸凌我不夠 還跑到台灣來又上了節目再霸凌一次 哎這個也太有趣了吧 我跟你講我真是榮幸啊 史上啊被當局通緝的 因為政治因素被通緝的 這個自中國歷代朝代通通加進去 再包括台灣 史上只有兩個人 一個叫孫文 一個叫彭文正 真的我沒騙你 孫文是在1896年 他的這個廣州起義失敗之後 被清廷通緝 那時候孫中山在香港被港英政府呢驅逐出境 他就跑到了紐約後來從紐約呢輾轉到了倫敦 那是1896年的事 1896年剛好就是這個馬關條約 李鴻章簽訂了馬關條約 把台灣澎湖送給了日本的第二年 這個孫中山呢跑跑跑到倫敦去 結果呢這個清廷呢駐倫敦的使館 又捕孫中山 孫中山呢經過這個清廷的使館啊 一次兩次 經過了七次都沒有問題 後來被發現了 於是清廷的使館呢就派人埋伏在門口 看到孫中山第八次走過清廷的使館門口的時候 衝出來把他拖進使館 有點像那個華西街的QK 的UK 就把他給拖進了使館 然後把他給揪盡起來本來想要把他給密謀害殺殺掉 所以呢這個如果啊今天蔡同學啊蔡騙子 你真的這麼想抓我啊 你可以想辦法學那個清廷抓孫中山的方式 看哪一天呢我經過舊金山辦事處 或者僑教會館的時候把我拖進去 好吧這個點子不錯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如果清廷在倫敦抓人那不行啊 那犯涉犯刑法 那在這個清廷的清朝的這個使館內啊 那個使館內的土地呢領土 視同是清朝的領土的延伸 這在家打狗沒事 所以他就把孫中山在門口就把他拖進去 拖進去以後呢就囚禁他 就你知道孫中山是怎麼得救的嗎 有一個打掃的歐巴桑 好這個看孫中山很可憐 結果孫中山呢就丟了一個字條 請這個打掃的歐巴桑幫忙 這個打掃的歐巴桑呢就把這個字條交給了 孫中山的老師 所以康德里亞就這樣子 透過政治關係營救了孫中山 好那等到我呢如果被囚禁的時候 就我再來丟一個打個彈弓好了 或折個紙飛機之類的 好那這史上啊遭到這樣的殊榮的人 這也只有孫中山跟彭文哲嘛 對不對 那另外還有一項紀錄是沒有破的 就這史上呢沒有一個人喔 唱歌唱完之後半年啊還有迴響的 真的周杰倫也沒有啊林俊傑也沒有 王力宏也沒有啊 演唱會完了頂多新聞就兩天吧 我呢新聞六個月半年啊 你說我大巨蛋不演唱行嗎 對不對 我大巨蛋不開唱可以嗎 到頭來我的票可能是秒殺啊 那個時候可能周杰倫林俊傑啊 稱呼其後啊 好我們來看看 到了3月8號 2022年10月8號唱首歌 到了2023年3月8號還有人要轟 我也太知名了吧 我太紅了吧 來看看這個標題是什麼 放言下的標題就是周杰倫下的標題嗎 彭文正亂入台橋國慶晚會 自稱通緝犯當做上賓 意圖羞辱政府 你這個政府已經每天都被人家羞辱 哪差我啊 我羞辱你幹嘛呢 你根本就每天都在做自己羞辱自己的事情 你不需要別人羞辱吧 你看好標題哦 大家看看會覺得時空到錯吧 台橋國慶晚夜 國慶不是10月10號嗎 晚夜不是8號9號的事嗎 為什麼這個周一口還當過什麼採訪主任 發個新聞一點時效性都沒有 怎麼突然去講半年前的事情 2023年的3月8號發了個文去談 2022年10月8號發生的事情 這標題還說 喬委會委員長徐家欽澄清 半年後還要澄清啊 你看我的影響力多麼深遠啊 徐家欽澄清說 海外活動皆由民間自發官方僅協辦 撐一趟職務之變 待棚上台 光這句話我要告你了 這司儀也要告你了 你去拿出一張照片 一張就好 我在國慶晚夜上 我有上台一張就好 我就去愚人碼頭切副自殺 我把全世界的記者找來 在漁人碼頭啊 舊金山漁人碼頭切副啊 就跟那個那個 Tolo 那個鮪魚肚一樣 我切副自殺 好不好 你只要拿出一張 是這個2022年民國111年 10月8號 南灣舊金山灣區的 雙十國慶慶祝晚宴 我彭文正 有踏上那個台子 一接就好 一接啊 不要多 我不要上到台上 我只要踏上一接 你拿出來我就切副 好不好 那徐家欽 如果你拿不出來 你切副 好不好 就這樣 我們對賭一下 可不可以 不要了 我這個我切副 就是學那個日本 日本人拿個五四刀這樣 對不對 那你呢 你不用切副 你就斷個小指頭就可以了 對不對 我們一個鮪魚肚 賭一個小指頭 敢不敢 我上台了 我只要上一個台階就好 我只要踏上一個台階 你不要拿其他活動來混沖 我講的是 111年10月8號 好 在舊金山灣區Fremama的國慶晚會的酒會晚宴 那個台子呢 當天呢 是這個王維 僑委員所主持的 那個晚會啊 我只要有踏上舞台的一個台階 我就切副自殺 也不用通緝了 好 通緝就可以撤銷了 因為被通緝通緝犯已經陣亡了 在舊金山碼頭引救自殺 這樣可以嗎 沒有的話 我賭你徐家欽一個小指頭就好 這是黑道的 黑道的慣例 既然通緝犯就要講點行話了 可不可以 要不要賭很划算吧 你賭贏了 你幫蔡同學解決一個心腹大患 對不對 賭輸了只犧牲一個小指頭而已 你賭你嗎 敢不敢嗎 居家欽 進段廣告 馬上回來 木里達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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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兒 李宗盛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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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揮揮手 说去年十月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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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mont 的晚會 王維喬務委員所主持的那一場晚會 我的女兒受邀上去把她得獎的作品 把她唱出來 叫 Aprica Orange 沒想到熱烈的迴響 餘音繞樑五個月不絕 五個月還沒停 還有人要討論唱歌的事情 這種霸凌 讓我們好好來考驗一下美國的司法 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Mir substantial 奴 Ad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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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经关不了 关不了正经 好 徐家欽呢 在迷囊内呢 不算是一个优秀的从政同志 一般人对她的印象呢 也就停留在台北市议员 结果呢 她攀上了蔡英文之后 一路从民进党的副秘书长 现在呢 变成了部长级的乔委会的委员长 所以呢 得到这个位置之后 她的第一把刀 竟然是在乔社挑拨离间 那她出手整的是她的一个老朋友 是她妈妈的偶像 她妈妈曾经是我的铁粉 那这样做到底我做了什么事呢 我啥事也没做 不过 以徐家欽的个性 跟她以前这种专门卖友求荣的前科 她这一切是经过算计的 来 我们把时间呢 就倒播到八年前 2015年的2月15号 徐家欽到美国德州的 Dallas的台湾同乡会 达拉斯台湾同乡会 大爆陈水扁的料 她说陈水扁收了件上几十亿 当然啦 这些东西她说的跟真的一样 是真是假呢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她在这个时候 选择陈水扁呢 在2015年的1月5号保外就医后的一个月 在自己的同志 曾经提拔她进入政坛的 当时她进入担任台北市议员 第九届台北市议员的时候 进入政坛的提名她的人 就是当时的党主席陈水扁 她在背后狠狠地捅了陈水扁一刀 好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呢 她不是随便做的 因为她捅陈水扁一刀 那个时机 正是蔡英文当党主席的时候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看 她在美国的德州休士顿 在Dallas的台湾同乡会演讲 来 首先呢 她大爆陈水扁 曾经要私底下筛检给她 但是她悍然拒绝了 所以徐家精有一个特色 她喜欢凸显自己的某种能力 或者凸显自己的某种情操 同时践踏别人 我最为难的是 阿美总统呢 在我们选举的时候也很关心我们 然后也很支持我们 她呢 就叫她的这个 总统府的参议啊 就跟我们打电话 跟我们关心 然后就说她来跟我们拜访 那我们就 当然也很高兴 总统在关心我们 然后她来了 第一次我也不懂 她看着黑皮包来 然后就进在我办公室 然后我就讲一讲 她说总统想知道 你今晚住毕业在那边看她 算了我 我在那边爱到三天的路 又怕最后要出去了 就把那个皮包打开 就把我们拿出来 先进去 这个是总统要给你帮忙的 然后我说 那我要开哪个收据啊 那个你跟我讲一下 这样子 我说不用开收据 不用开收据 你只要帮我签一下名字就好 表示你有收到这个钱 这样就好 我说也这样不行 这个我们有政治现金法规定 那个总统是党主席啊 为什么这个钱不要透过党 党可以捐给我们啊 这样我一百万 你可以合法开收据啊 党赞助我一百万也OK啊 对不对 这样子不行 这个这样子我不能收啊 我就说很抱歉 谢谢总统的好意 请你带回去 你不要这样子啦 你这样也让我很为难 我去你跟总统交代 然后我就说 还不是啦 那我们政治现金法都脱过了嘛 你这样子我也很担心啊 不然你不去跟总统交代 就如果他同意我 用党的名义 我开政治收据 那我就跟你收 他就说 你不要这么麻烦啦 不然你不要也没关系 你就马上拿去捐给其他社会团体啊 就跟我的评论哦 我说你拿去都对社会团体哦 我许哪想起 可是我不想签名啊 我当时已经意识到一件事情了 我认为真的一个是power game power game 好 重点不在情 重点在了会变成总统的小弟小弟 好 大家刚刚看到的 他说陈水扁派总统府参议 当时党主席又是总统 塞了个一百万给他 被他拒绝了 而且他还说什么 他说这叫做power game 那么如果收了这个钱呢 就要变成了陈水扁总统的小弟 他难道不知道 现在你在海外做的事情 跟现在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拿着海外的秘密预算到处做人情 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民进党今天党内你自己的党 贪污腐败到什么程度 你当年可以东指责西指责国民党 你今天做呢 做了什么事呢 好 慢有求荣的还不止这一段呢 我们再往下看 他提到第二件事情 他说 他讲陈信瑜 他说陈信瑜无知 我可以原谅他 他又来凸显自己 他说你陈信瑜说 谁没拿我爸的钱 他说你陈信瑜无知 我可以原谅你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 我就没有拿你爸的钱 所以他又用凸显自己 来狠狠的踩人一脚 可是他踩的是谁呢 踩的是已经落难了 已经关了六年的陈水扁 那个时候刚刚保外就医 2015年1月5号保外就医 这个徐家青呢 就在蔡英文当党主席的时候 到美国的Dallas同乡会 台湾同乡会 狠狠的把陈水扁呢 还有扁家痛骂了一顿 这个朋友 有这样的朋友 还需要敌人吗 来我们来听听这一段 那我就很坚持 我就不收那个钱 后来陈信瑜出来讲那句话说 你们谁没有我爸爸 收我爸爸的钱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我说他他的无知我可以原谅他 可是他他错了 第一这不是你爸爸的钱 这个都是财团给的政治写金 这不是你爸爸的钱 第二你不知道还有人没有收这些钱 你不知道 虽然他数字很少 毕竟还是有 所以我心里很坦荡 我说我可以用还你家的财 接着被台湾的周刊报导 还当成封面 最踏的一刀 这简直就是在陈水扁的背后 拿机关枪扫射 这一段他刚刚说什么呢 我们再来听听看 后来很多年以后 这些有些大老板私底下有见到命 他跟我说 徐云 某一次阿比有找我们大家一起的时候 我们那整个 整个房间几十个人 都是这个营造业的大老板 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有出了五千万 三千万 几千万 那拖路就几十年了 那你们拿到就啥 好 他说这个建商 三千万五千万的捐给陈水扁 他说大家摊下来就有几十亿 意思是暗指陈水扁呢 收了许许多多的建商 加起来几十亿的政治现金 那徐家庭讲这段话呢 我当然我说真的 我其实我对于阿扁 海角七亿这件事情啊 我吃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人在海外有钱 你要看他钱是怎么来的 不能因为他在海外有钱呢 就直接连接他是贪污的 所以在扁案的整个过程中 我坚持的一件事情是 这件事情不能用政治解决 阿扁在海外的钱是怎么来的 是他自己的钱 是他当律师的钱 是他政治现金的钱 还是他勒索贪污的钱 这个要分清楚 所以一码子归一码子 要打扁也可以 要互扁也可以 就是不能够包裹表决 就是不能够用不正当的司法程序 或者是就是用政治的语言 来解决这件事情 我觉得扁案是台湾整个政治上面的 第一个值得大家拿来当教科书的案子 要把扁案审理的过程对照当时的司法 我们仔细来看一看 司法是不是对待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同样的蔡同学也是 等蔡同学下台之后 她的论文门比陈水扁的贪污案要更为严重 好我就这样讲了 因为陈水扁的贪污案从头到尾 证据没有非常的清楚 并没有在一个阳光下的司法检视 你只知道他会有海外有欺义 海外欺义很可能就是 但是政治现金选举完的结余款 她自己的财产很多可能 所以一个司法案件不能够或稀泥 一定要把它分得很清楚 同样的蔡同学的案子将来也是一样 绝对不能够让她包裹表决的跑掉了 不能稀里糊路把她推给 哎呀当时的制度不健全 当时学位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别人也都这样子千万不能一马归一马 如果蔡同学卸任之后 能够还她清白我第一个还她清白 我第一个向她道歉 如果她拿得出来当年的所有的记录 她一卸任就把她的封存资料给解封 摊在阳光下 如果她是清白的 我绝对跟她道歉 好接下来回到许家清 你看看她说陈水扁 你拿了人家几十亿啊 就狠狠的又捅了阿扁一刀 好这还没完呢 她又在这个Dallas同乡会的演讲当中她说 直接你看她有个特色她一次打两代 打了阿扁之后打陈志忠 你看她这次故技从事啊 她打了我顺便打我女儿 奇怪了 你有什么事情跟我单挑吗 对不对 阿扁还有海角七亿的争议啊 我只不过是讲了一个实话 就是蔡英文你的论文是假的 博士是假的 你徐家兴好歹也在国外念过书吧 难道你的论文是这样一页一页的吗 难道你的论文是用立可白的吗 难道你是手写的吗 难道你连的指导教授名字都拼错吗 难道你的论文口试是礼拜天吗 难道你在图书馆找不到你的论文吗 是徐家兴你摸着你的良心吧 好不好 你对你的昔日老友痛加批判 原因只有因为我揭穿了你民进党 贪污腐败的蔡英文 她的论文是假的 既然论文是假的 那她这一年 她这30年来从政她就贪污嘛 她从进到政大教书开始就是诈骗 诈骗就是贪污嘛 对不对 这样子腐败的一个人 一路当上了党主席跟民进党的这个 推出来的总统 还有把这个赖清德在党内初选 光天化日之下 要做掉 要作弊的方式做掉 我怎么没听你徐家青 站出来讲一句义正言辞的话呢 你的大义凛然跑去哪里了 我跳出来的 他也就是一个小的工程 耶诺 那是不実行的 空前的朋友 你 pregunt不上 我看你说他 我老婆 你这真的 你就是他的 他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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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家青当时是什么 当时是民进党的从政同志 谁提拔他进入政坛 徐家青第一次当选台北市议员的时候 党主席是谁 陈水扁 陈水扁呢 托总统府参议要拿一百万的政治现金给他 不是政治现金就是不要签名的 当然这也是一种政治现金啦 就是不用签收的一百万现金 你徐家青作为一个人情义理你不拿不拿就算了 你回过头来咬人家还把这些东西连结在陈水扁贪污上面 你厚不厚道啊 你做人厚不厚道 有人这样做人的吗 还有一个演讲 连骂三个人 把这个父子女三个人都骂进去 陈水扁骂人家拿了几十亿 然后骂陈信瑜说 你无知就算了 然后凸显自己多么的清白一百万不收 好 再来你把这个陈志忠骂了一顿 骂了一顿你还记得刚才结语吗 他说你这些陈志忠你凭什么从政 你不要忘了 徐家青陈志忠跟你一样哦 他是选举一票一票来的哦 你先不管说他有没有避应 他一样是选民选出来的啊 对不对 比起你现在民进党里面的很多的二代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 一次两次无疑农啦 什么无敌啦 这些人 你不就在吃老本吗 不是爸爸当官自己就当官吗 叔叔当官自己当官吗 好 今天的民进党比你当时口中的 不知道腐败多少倍啊 你还能夸夸而谈 再来徐家青 你在这个污蔑陈水扁也好 陈信瑜也好 陈志忠也好 你最后呢还不忘惨媚 为什么 那个时候民进党党主席是谁 你出来到了Houston 台湾同乡会去 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痛骂扁家的时候 那时候谁是党主席 蔡英文 你够惨媚的 因为你知道这话会传出去 你说了一段谎话 来我们听听看 民进党呢 党主席选举出来是蔡英文当选 你说喔 那个时候民进党最困难的时候 这些大佬呢 每个都跑光光 躲到躲闪的闪 对不起啊 各位去查维基百科 2008年5月18号 选出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 是民进党史上 竞选党主席 不是总统是党主席 民进党史上 竞选党主席 最多人的一次 蔡英文 顧寬敏 蔡同榮 不是你所說 閃的閃逃的逃 而且蔡英文是怎麼當選的 你去問一問當時的這些 稍微有點年紀的民進黨黨員你就知道 好 所以你會看到徐家興的鋪牌 厲害 在陳水扁落難的時候 背後補上三刀 而且兩代一次罵光 這是不是很像呢 但我呢 被這個民進黨政府惡整的時候 老朋友啊 你還特別拜託我 那個慘媚的嘴臉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拜託我務必要跟你媽媽吃一頓飯 因為你媽媽是我的粉絲 結果我們全家大小給你這個面子 大家吃了個飯 你還帶著你的兒子混血兒 帶著你的先生蹦我都很記得很清楚 做人不需要這樣子 徐家興 你怎麼惡整阿扁 順便打了這個陳信瑜跟陳志忠 買一送二 今天呢 你打我順便把我女兒也給拖下去 我女兒何故啊 我做錯什麼 我洗錢了嗎 我海角七億了嗎 我做錯什麼 我不過就是把你們這個黨主席 那個詐騙集團的首腦蔡英文 給揪出來 而且這件事情跑不掉的 你絕對跑不掉的 這件事情很快就會水漏石出 我們所展示的證據 還有現在宇宙資金學院還有很多同學 在美國在英國都在動 你不要以為他們都睡著了 這種鐵證如山的事情 賈博士就是賈博士 沒得騙的啦 真的沒得騙啦 好 那麼 徐家興厲害的地方就是 你看他跑去 Houston 台灣同鄉會 捅阿扁一刀 那個時候 蔡英文是黨主席 他知道 蔡英文討厭陳水扁 所以呢 他就把陳水扁呢 這個 當著蔡英文面前給教訓了一頓 順便把 陳志忠跟陳信瑜一起陪葬 最後他還不忘 包了一下這個蔡英文 而且講的是謊話 他說蔡英文在民黨最困難的時候 出來承擔 對不起 那個時候想當黨主席的人 還有顧寬敏 還有蔡同榮 他們用盡辦法競選 就被你用盡各種手段給做掉 我想民進黨資深黨員 應該都知道這段歷史 所以徐家興啊 當官是很短暫的 五日經兆 搖擺沒落皮的顧 你能當多久呢 你最多嘛 再當一年多嘛 如果民進黨執政賴清德 也未必會用你啊 對不對 那民進黨不執政的時候 你要逃到哪裡去 台灣這麼小 台北這麼小 美國也不大 你做這些事情 你要怎麼面對自己 你要怎麼面對你的其他的一些朋友 還有我們一些共同交集的朋友 你到底是怎麼了 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 今天呢我們要分享的是聖經上 在真言的第16章28節 乖謬的人散播紛爭 造謠的人 離間密友 大家彼此勉勵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 第21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